电影阿波罗13号真目经典对话 令许多影迷印象深刻 近期国际太空站也传出碰到问题 6月初搭乘波音太空船星际客机 前往国际太空站去受困至今的美国太空人 威勒摩尔日前向位于休士顿的太空指挥中心通报 听到星际客机持续传来诡异声响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幻听或幻觉 为了摩尔将话筒放在连接星际客机内部的喇叭上 发出碰碰碰 明显有规律且连续类似敲门的噪音 指挥中心随后也回复 确实清楚听见有如声纳的声音 消息一出 SpaceX创办人马斯克 立刻在X平台po出惊叹号回应 更有不少网友留言起哄 莫非星际客机闹鬼 对此NASA解释 这些怪声其实很正常 研判应该是太空站和星际客机之间的音频配置 造成的反馈现象 太空站音讯系统很复杂 经常会出现噪音和回应 不需要太担心 话虽如此 但对还要在国际太空站 继续滞留生活六个月的两名太空人来说 就怕徒增安全隐忧 只想快点返回地球 三立新闻 全部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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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